民進黨拜選後如何檢討 民進黨拜選後如何檢討 拜選後 我相信各位看我臉書 已經表示我的看法 當然就是 包秀仁慈 自然而 檢主從來未可知 接下來我也談到這個 大家不要找沾喚了 我們都是沾喚 所以要大悲痛 大還行 大環節 那今天應該就是 終身在抗議責任 我們一起世代合作 我們重新站起來 要開始 總統是不是有提到說 人民不希望看到民進黨一黨不大 我想總統的話你們都很清楚了 就不用再問我了 好不好謝謝 那不可以平衡外界也有認為 好像小改革的影響 這個選擇之大 我一直不用搞大 我們要幫助 我們當時 我們會怎麼太說 往事先看 初遂 Aus 是不是這樣 我一下子 太太太了 然後就沒有辦法帶一個情期 你們就能這樣說 我想大家也都會認為說 內閣裡面 確實有很多的閣員 在这个问证的过程中 确实展现了一些 对民意代表态度上的所谓的亲密 或者是没有真诚的回应 包括我多次所提出食品制的问题 那我们的华靖群次长 他也是说这个没有电梯 难道你要用飞的上去吗 或者是说当我提出高公社的问题 我们的次长说 这个房子那么多不要买就好了 或者是等等的这些 我想大家所面对的 租屋实价登陆的问题 那我们的次长也说 这个不要抹黑带风向 不要去攻击建商等等 我是觉得说很多时候 我们质询的时候 也是反映民意的意见 但是如果我们的次长 都是用这样子的态度在回应的话 我想某种程度会让大家觉得说 这样子的态度其实民众也不能接受 民意代表不能接受 当然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其实理直契合的好好的讲 我想大家也都能听得进去 但不需要用这样子的言语 所以我也是希望说我们的内阁团队 能够重新的来去做思考 重新的来布局 那重新的来去面对民意 去了解说现在民众最想要的是什么 那我们应该要赶快推出 什么样改革的法案 那尤其是我刚刚所讲 我想民众最在意的 绝对是高房价的问题 还有高公社的问题 所以我们才一再的说 需要这个平均地权条例 还有时评制来去推动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改革决心 我相信民意也很快的会 重新来支持民进党 我觉得现在的那範围 会不会觉得说 2024很难选 尤其是例文 像你昨天自己有讲到 说你很快都会什么 做什么 昨天我说这个 不末而生 冥冥而死 这个当然就是 我觉得无论如何 就是我们就是民意代表 就是应该要讲出我们 内心所想的 然后尽量的为民发声 这个才是我想大家 需要民意代表所做的 那无论如何 我们就是做我们该做的 那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我相信我们都无愧于心 所以就是做自己该做 然后继续努力 我想最后民众还是会看得到的 所以我相信永远不嫌晚 只要愿意开始努力 我觉得当然很多的这些所谓 基层的支持者 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但是这些人并不代表 全部的民进党 那当这些人的声音 不断的被放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过去那些 支持我们的民进党的人 是不是越来越少 甚至不愿意出来投票 那这就是我们担心的状况 当他们认为说 某些人才代表民进党 而其他人不代表民进党的时候 民进党就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少 所以当他们不断地排挤 其他不同的声音的时候 民进党只会越来越萎缩 那这就是这一次所看到的现象 也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确实是有很多人 是有点出这样子的问题 包括这个周景文 他也在自由的社论 也特别写了一篇 这个请黑道离开中常会 那我想这样子的问题 包括一集来 大家所提到的台版柬埔寨案 或者是说台南开了88枪 还没破案 这些我想在网路上 也的确一直在沸腾 那在媒体上也不断地被传播 那我觉得这些问题 我们终究是要面对 终究是要处理 否则其实在这样的散布之下 民进党也很难去面对民意 那民进党更应该要 选择勇敢地 就是断开这些所谓的黑金 这也是民进党在这一次 选举的一个很重要的主軸 所以有没有做到 我想民众也都在看 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 我们每个人都是斩斩 没有特别说谁是斩斩 我想大家也都会这样认为 对啊 我觉得要换就是要一起换啊 当然民众期待的是有一番新的气象 除了你刚才提到公事名义之外 是不是认为这次选举的提名机制 忽略了初选制度 然后也让党共产过度的全力集中提名所造成的 过去民党当然都是有一套 这个比较完整的初选机制 那包括这个民调啊等等 一些比较公开公平的程序 那后来因为改成这个所谓选队会 去做征召等等 那在过程中 所谓征召的程序是如何 我想多数的民众可能也不了解 那对于内部是不是也造成了一些 不一样的意见 那维持表面上的平和 可是私底下却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甚至用这个理由来做其他参选的理由等等 这也造成这次确实在选举上的分裂 所以也很多人认为说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征召的状况 其实也造成了党内的人才的出现 并不是这么民主 那甚至让这些很多候选人 在没有办法经过初选的一个挑战跟洗礼 所以导致后面出现的这些候选人 他可能并没有这么强烈的企图心 或者是说 这过程中可能都被保护的比较好 所以也没有经过检验 导致最后真正在大选的时候 其实就面临更多的挑战 我想这个时候 赖夫应该不太适合立刻就接任党主席 那当然党内还会有相关的这些讨论 因为毕竟党主席他所要管理的事情也非常的多 那如果2024又是候选人的话 确实这中间会有很多 这个无法分身的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说 确实大家也要一并的去思考说 党主席跟未来2024的人选 毕竟其实很快 就是明年就要这个开始展开相关的布局 所以我想最后大家也会协调出一些 比较能够认同的人选 那当然党内也会有一个民主程序 来去做党主席的这个选择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